很多人都喜欢圣诞节的气氛 因为那是个充满欢乐和温馨的气氛 而且想起鹰海耶稣时 也会联想到一个可爱的宝宝 让人心情愉快 但我们要知道 原来圣诞节只是神的救赎计划的开始 真正重要的不是耶稣来到世界 这个事件本身 乃是耶稣为什么要降世 如果耶稣只是跟一般婴孩一样出世 但若耶稣的生与死与复活 没有救赎的功效 那其实他的降世对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他即使是无罪的 我们或许会赞叹有这么一个圣洁完美的人 但他的无罪也与我们无异 而耶稣的真理教导 无论再有智慧权柄 那道理本身也不能救人脱离罪的刑罚 如果耶稣不是来拯救罪人的 那他只不过是自己很优秀伟大 但他的圣洁和荣耀却与人无异 但感谢主 基督降世正是为了罪人而死 所以他的无罪与我们有益 因为只有无罪的神才有资格为有罪的人偿还罪债 无罪的耶稣的救赎也才会被圣洁的神接纳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降世的目的 菲利比书第二章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反倒须己 去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马太福音二十章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希伯来书第二章 儿女既同有血肉肢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肢体 她要借着死败坏那长死犬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耶稣降世的主要理由 就是为罪人死 当然 耶稣来到世间做了许多事 也有许多目的 但必然有一个最大 最重要的使命 耶稣是道成肉身 所以 他来也是要把神的真理 清楚教导和活出来 以致人能够正确明白 神真理的经意 既然人看不见神 耶稣神子降世也是为了要将神 神的爱 公义 智慧 显明给世人看 让人不但认识神 也晓得当怎么在神面前活 也因为耶稣晓得神的计划 知道罪人终必面对审判 所以他来到世间 也是要传天国的福音 叫人悔改 当然 耶稣在世时 也行了许多神迹 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 但这一切一切 都无法与耶稣最重要的使命相比 就是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耶稣降世是为了要服事人 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一定要有人畏罪死 而耶稣降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是个重要无比的使命 因为耶稣的死才能彻底败坏魔鬼的势力 以致那因罪长死权的魔鬼 再没有把柄在神面前控告信主的罪人 因为我们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洗尽了 正如罗马书第五章说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祂免去神的愤怒 魔鬼再怎么不甘愿 也无法定基督徒的罪 因为耶稣不但为罪人死而还清罪债 祂也复活而得胜死的权势了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 基督的死是神甘心的计划 不是神无奈的被恶人陷害 虽然害死耶稣的罪人 如犹大、犹太领袖、比拉多等难辞其救 但说到底 耶稣的死是神自己策划也甘心成就的 耶稣来到世间时 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将会代替罪人 承受罪的刑罚死亡 他不但知道 而且也甘心为罪人舍命 耶稣自己说过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所以尽管耶稣的死是很残酷惨痛的死 那并不是悲剧 也不是出乎神的意料或能力 因为耶稣死后还会复活 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释放因罪原本得永死的人 因此耶稣死是为了让信他之人能以活 原本应该死的是我们罪人 但因为有了耶稣这代罪羔羊 我们信他之人才能得永生 那既然我们现在靠主能够活过来 现在开始就应该为主而活 并且若无罪的主都能为我们承受十字架的苦悲 我们也应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虽然成圣的路不容易走 虽然要和肉体征战不简单 虽然罪一直引诱我们 但每次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 是如何因为爱我们 所以就为死而生 但愿我们都被激励 也愿意为主而活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